前面我为各位深入讲解了走年之后 接下来我要为各位讲解太极全论的 动极则极印,动缓则缓随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里动极则极印,动缓则缓随的动字 前句动之则分,作为真的动字字亦不同 动极动缓的动字是变或移的意思 是指融合时走年的变动或移动 太极全动极则极印,动缓则缓随 是在融合的合极走年状态中说的 不是在分开的分极状态中说的 但是即使在分开的分极状态 这句话仍然是有效的 因为太极全有比动我先动的先之先技术 所以对方一动 我们就用引进落空的上翻走势或下压走势 以平行跌背的技术来进行为接触之前太极的隔空融合 聚而进入到接触后太极的粘连融合 所以太极全无论是分极或合极 都是以阴阳融合成一个太极的概念进行作战 并不是合极用融合 分极就不用融合 既然太极全无论是分极或合极都同样要求融合 所以无论是合极或分极都同样要能够做到 动极则极硬动缓则缓随 太极全能够动极则极硬动缓则缓随 就表示能够与敌人动尽合一 什么是极硬缓随呢? 一经牵挂说 同生相应 这个硬就是和谐的和 硬也是随的意思 淮南子懒明逊说 硬而不长 这个硬就是随 所以动极则极硬的硬字 和后继动缓则缓随的随字 意思是相通的 也都有和谐顺随的意思 所以极硬就是快速顺硬随从而加以融合 缓随就是缓慢顺硬随从而加以融合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里的极硬缓随 是像水质吸附在人的大腿上的极硬缓随 是像小手背 沾连连接在大手背上的极硬缓随 这种极硬缓随 是一种静 而不是一种动 是一种静中之动 而不是动中之动 当人的大腿移动的时候 水质并没有主观的反应动作 去移动自己 甚至可以说水质根本是静而不动 当大手背移动的时候 小手背也没有主观的反应动作 去移动自己 甚至可以说小手背根本是静而不动 这种静的动 这种静中之动 这种以静和接触融合敌人而动的动静变化 就是王宗岳祖师在十三世行功歌诀中所说 静中触动 动有静 因体变化 是神奇的动 这种静中之动 就是我无所能因体成体 如水生活如火作艳的动 这种动 你从融合出去看它 它根本没有动 所以它是静 你从随人而动出去看 它又有动 所以它又是动 所以王宗岳祖师讲 以静和接触的静中触动 是动有静 这个动的本质 其实是静的 水质和小手背 唯一的目标 不是要急应换水 而是要融合走年 融合走年 是因 急应换水 是果 有因才有果 先有融合走年 才有急应换水 不是先有急应换水 才有融合 如果弄不清楚这一点 练太极拳推手 就会以极应缓水的动 来寻找融合 就会倒过为因 密练太极 所以水质和小手背 当别人动 他们就动 当别人静 他们就静 当别人快 他们就快 当别人慢 他们就慢 他们只是以静 和来顺人而动 并没有主观去移动自己 他们所有的移动 不论是快或慢 都是别人的移动 所造成的 他们并没有看到 别人动快 我就动快 别人动慢 我就动慢 主观意识行为 所以他们有的走连 都是一种尽忠的顺应 而不是一种刺激的反应